高血压就是分一期二期三期高血压 它主要是根据高血压的严重程度 也分高血压一级高血压二级高血压 一级高血压主要是指血压 就是收缩压在140到159 然后低压是90到99 这个是叫一级高血压 然后二级高血压就是160到179 梳张压是100到109 三级高血压就是指收缩压超过180了 梳张压超过110了 这个就是三级高血压 二级只要是二级高血压 多是车辆二级高血压的话 就有用药的指针了 就有用加热药的指针了